我们对于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 或者是这个公正的审判 我们是有期待的 但是公正独立的审判呢 并不是说他们都完全不受到 任何的监督跟约束 从内部而言的话 从他们内部法官的内部而言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约束应该来自于 这个法官伦理的要求 跟法官这个自律 那从司法改革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还是要去追求说 让这个司法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 那司法要如何得到人民的信赖呢 那可能从司法改革的角度来讲 还是需要说从外部建立制度 建立法律制度来对法官进行有效的监督 那目前呢 这个法官法第31条 本来是有规定一个全面平和 是让司法院每三年去进行一次全面的平和 但是这个部分呢 已经被立法院废除了 那剩下来的这个还可以做的监督方式呢 的外部监督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个案监督 个案评鉴 然后跟法官的这个首长的这个职务监督 但是有一些他的私生活上的 这个私生活不检点啦 这个晚上下班以后不知道去哪里 或者跟这个这个富商呢 有什么不当的饮宴 不当的交往 长期的交往啦 这个很隐晦 因为这是属于私生活嘛 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石木新的这个案子当中 我们看到目前被查出来 涉案的这个法官 其实都是庭长院长 都是这个或者是石木新本人 就是公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些就是有权去做职务监督人 所以这个让我们实在是很失望 也很伤心 那现在剩下来就是说 我们还要可以依靠的就是法官的自律 那陈志雄教授呢 有特别指出来说 法官伦理规范里面第36 第26条 不好意思 第26条 有一条规定 法官执行职务的时候呢 他如果窒息法官 检察官或者律师 如果有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通知法官 检察官所属的职务监督全人 或者历史公会 这就是科与 这个在法官内部呢 有一个吹哨 一个吹哨的义务 那我们这个 真的这个要呼吁 就是法官自己在这个 这个内部 其实发现自己的同僚 同仁 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应该要勇于检举 勇于吹哨 那你提到这个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法务部长 以前是调查局出身的 这一次里头保守估计就看到法官20个 依照里头他过往 从法界有检调系统 有警察系统 有立法委员 有政要 他的全部交往大概有200人 那我们看到 如果说有120名法官都涉案的话 最后呢我们看到 只是有20位法官 然后这里头有检察人员 检察官有11位 还包括有调查官也有9位 蔡清强以前是不是调查局局长吗 所以这些报告里头到底呢 有肩膀吗 有是非吗 敢办自己过去的同僚吗 如果这些司法界你看呢 都是庭长又是最高法院的院长 又是还有现任的 还有现任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 你们都是司法界的模范生 今天你可以达到终审法官 三审法官 你一定考基非常好 你考基非常好 你要打别人的考基 你又专程要去办什么贪污 重大刑案 现在你涉及到重大刑案 谁来办你呢 有这个机制吗 没有 尤其是现在法务部长 现在司法院长 还是任吗 来委员看到什么 这个法官在承办案件 如果说这个发现说 有人这个送礼馈证 或者说他交往的对象 跟他职务上有利害关系的话 那去吃饭一次都不行 收礼物一次都不行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个法官的内部 这个司法界的内部 也有在讲说 那如果说职务上无利害关系呢 那平常这个的交往呢 那这样是说 法官都不能交朋友了吗 那这里我们要提供一些 这个外国的立法力 或者是 那为什么法官动辄 可以跟被告吃饭 这不是基本的伦理吗 一定是不可以 他还跟被告吃饭 还可以吃这么多次 一定不可以啊 是啊 他承审的案件 他跟被告吃饭 那他跟这个案件就 他跟这个被告就有 职务上的利害关系 一定是不可以的 那现在要讲说 这个在外国的立法力上呢 有一个所谓的 班加罗尔司法行为评注 那他这里面是有提到说 法官到底要不要决定说 要不要出席某一些社交场合呢 他要考虑一些要素因素 这个举行这个活动呢 社交的活动 这次宴会呢 这个活动是他的老朋友呢 还是新认识的人 这是他要考虑的 然后这一个人 这个主办人呢 是不是社会风评不佳 如果社会风评不佳 当然法官要避免去跟他交往 那这是一个大型的公开的活动 现在的司法院 法务部师 有点告诉大家 这几点 你的点数没有急到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是玩几点 风计整肃 可以像玩超商几点一样吗